鳳梨被傾倒在路旁的水溝裡 或是被丟在旁邊的農田裡 當肥料 如果大家要去計算 這些鳳梨的數量 麻煩單位要搞清楚 像當初我們生喉嚨 在台南 也是台南 就是因為文旦 就這個農民朋友 200萬斤講成200萬噸 然後就被罰錢了 而且罰不少錢 罰到中天被關台 所以台灣未來可能會出現 這個鳳梨被丟在路邊的狀況 提醒各位同業好朋友 千千萬萬要注意 千萬不要把單位寫錯了 如果把盾寫成金 你可能就要倒大煤了 不過有一些電視台 有一些平面媒體顏色對了 政治正確 符合執政黨的喜好跟需求 有台灣價值 隨便你寫 你金寫成鈍飛彈沒事 你多加一個鈴 200萬變成2000萬 可能也沒有關係 提醒某些同業好朋友 特別注意 未來看到鳳梨倒在路邊 麻煩單位一定要寫對 王宥正 我們深喉嚨 大聲之大爆掛 那時候應該是大聲之大爆掛 這個都有非常慘痛的經驗 寫錯單位被罰錢 罰到被關門 是不是 我們是驚險成鈍 那時候是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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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要講這個大陸 不要台灣的鳳梨 讓很多的鳳梨龍非常擔心 這個故事之前 我們今天正常發揮的角度 跟你看到的新聞絕對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請好好鎖定 來 我剛剛說各打 一個打20大板或30大板 一個要打70大板 誰要打30大板 大陸不要這樣 無聊 你這豈不中了民進黨的計嗎 豈不找了民進黨的道嗎 難道你不曉得他們看到你 台灣的鳳梨有問題 有蟲 我們不要進 民進黨心裡多開心嗎 太好了 又有仇中牌可以打 謝謝 反送中之後 現在又有一個反送鳳梨 讚 何必呢 誰要打70大板 當然是民進黨的朋友 對不起 因為你們是我們的執政黨 而在今天 正常發揮要帶大家回顧 三件往事 三條新聞 這三件事情 很對不起 我從脈絡來看 從邏輯來分析 我甚至覺得民進黨現在 應該覺得 大陸不要台灣的鳳梨 是意料之中 或許嘴巴上很少 很生氣 心裡面在暗爽 我再請問民進黨 過去你們總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要靠大陸擔心市場 不行不行 不能把雞蛋丟在 同一個籠子裡面 你從2016年講到2021年了 但是過去這幾年當中 只要大陸不要台灣什麼東西 你立刻跳腳 完蛋賣不出去了 阿兵哥吃 台灣人吃 總統吃 院長吃 你到底什麼時候 才可以實現你的承諾 大陸不買 無所謂 我早就找好別的市場了 沒有 每次出事就是臉書發文 力挺 我們自己買 政府準備錢 阿兵哥倒楣 永遠是這個樣子 這是不對的 來 三個新聞 第一個 跟韓國瑜有關 第二個 跟ECFA有關 第三條 我賣個關子 待會兒告訴你 好 來 我們接下來要來賓 第一位 郭正恩亮哥 大家好 元宵節快樂 還有大家非常喜歡 講話很有邏輯 長得不錯 聲音好聽 但有點胖的Eric 優正 其實各位跟我一樣 喜歡吃湯圓的朋友大家好 對 今天元宵節的 元宵節 祝大家元宵節愉快 好不好 馬上又3K假期了 要出去玩的話 記得在高鐵站碰到亮哥 要跟他合照 口罩要戴著 不要跟陳菊花媽 還有那個某哥哥一樣 在高鐵站在拍照 不要治療 被偷拍到 沒有 我們講的是陳菊花媽 最近最新的是他們 口罩拿掉好不好 來 真的 任何事情 先不要扯到我們的政治 尤其是兩岸 講疫苗 講疫情 要扯到政治 講農產品 你也要扯到政治 我跟各位說 任何事情扯到政治 大陸無所謂 倒楣這是台灣人 是我們的農民 是我們的人民 來 一個 不要大陸疫苗 爛東西 武安會員 武安會員 一直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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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立法院繼續講 還有一個 整天在說不要只靠大陸 不要只靠大陸 但是大陸一不買農產品 你就急著套腳 還要去罵人家 你不是不要靠他嗎 既然你不要靠他 那你就不要罵他 他不剛好嗎 不是嗎 今天陳基東說 我們單一市場 不可以放在大陸 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不要所謂的政治性採購 我們要市場因素 決定農產品的走向 剛好 大陸今天買台灣鳳梨 就是政治採購 我不要 這不是你說不要的嗎 我不要只靠大陸 現在大陸沒得靠 太棒了 那你幹嘛罵人家 你不應該謝謝人家嗎 好 來 進入主題 來 我們直接進上一張 韓國瑜的電視牆 我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為什麼這件事情 跟韓國瑜有關係 來 思考一下 回憶一下 2019年的4月 韓國瑜去了哪裡 港澳生夏 我很清楚 因為我有去 我很清楚 因為我都在 2019年的4月 韓國瑜到了港澳生夏 跟大陸簽了52億的農產MOU 52億的MOU 當時國民黨當然很開心 農民很開心 卻說太好了 有一個人又幫我賣了 更多更多的農產皮 到大陸去了 不錯 是件好事吧 可是就在2019年4月 當時韓國瑜到了 大陸簽了52億的農產MOU 然後拍了很多照片 我跟你講我都在 這張照片拍的時候 我應該在這個地方而已 我應該在這裡而已 來 大陸會跟台灣購買 數千公噸過剩滯銷的農產品 比如柳丁香蕉 包含鳳梨 好 當時韓國瑜做了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要提醒你 來看看當時的農委會主委 現在這個同一個都沒換 叫做陳吉仲 他講什麼 他說是不是政治訂單 大家都知道 我們太過依賴中國 我們應該要走向全世界 而不是指望中國單一市場 各位 這篇貼文漏漏等 現在陳吉仲的臉書 還找得到 歡迎大家去看 歡迎大家去他的臉書上留言 你不是很囂張的告訴我說 不要靠大陸 不需要 我們要走向全世界 不要指望他的單一市場 在裡面還告訴我說 這些大陸採購就是政治性的訂單 包含鳳梨也是 鳳梨一樣也是政治性訂單 你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政治性的訂單 應該全部都取消 我們自己賣 對 現在大陸做的事 不正順了你的意嗎 你不應該謝謝人家嗎 所以我今天不要再去跟你講說 大陸講什麼 我們台灣回什麼 誰把臉書幹嘛幹嘛幹嘛的 我直接帶你從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韓國瑜去大陸賣 你在台灣怎麼酸他 怎麼罵他 從農委會到陸委會 到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你們要是這麼厲害 今天大陸算是幫了你一個忙 因為他取消了 政治性採購鳳梨的訂單 你應該謝謝人家 然後好好的 幫台灣的鳳梨找出路 而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還在製造仇中的情緒 試圖獲得政治的紅利 不是嗎 來 丹哥 我交給你另外一個 來 我跟你講小英是2016上台對不對 我去查了歷年 我們外銷水果 出口中國大陸的比例 有變高 2014年是87% 87%不能再高了 2014 2015還是馬英九對不對 2015 馬英九 95 2016小英上來了 96 怎麼越來越高 然後2017 97 2018 96 所以韓國瑜這2019 2019也是96 所以我跟你講去年是91 去年為什麼是91 因為疫情 對 所以我是要跟你說什麼 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我們水果大量出口 大陸是從韓國瑜開始 錯 早就有了 沒錯 而且是2016就是這麼高 對 而且事實上 韓國瑜那一年2019 跟2017 2018 2016也是差不多的 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陳吉仲你要先檢討自己 你不是說不要集中單一市場嗎 對 請問你農委會主委當多久了 為什麼越來越高 你有做嗎 你根本沒做 亮哥講得沒錯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你應該先檢討自己 就是這些人不是都應該 都認為要分散市場嗎 對 我跟你講一個很白的 因為東南亞根本不可能 買台灣的水果 因為它本身就是水果大國 對 它水果搞不好比台灣甜 對不對 所以大陸買台灣水果 是因為有一些特殊的 他們視為高檔品 比如說第一名叫 我們都叫金鑽鳳梨 金鑽鳳梨 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釋迦 鳳梨釋迦 第三個比如說 那個蓮霧 那個黑珍珠 對不對 黑鑽石 然後還有芒果 對 主要就是這四樣 中華大陸也不是 什麼水果都進 不是 當然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要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真的就是聽 民進黨已經執政第五年了 你老是在講說 我們不能集中單一市場 分散市場 你講這些話都是狗屁 因為它越來越集中 而且你都沒有做到 你每年都在講這種話 你都沒做到 陳吉仲如果再講這種話 就第一個先下台 根本就是在他任內 完全沒有改變這個結構 那我再講第二個 坦白講這個事件 確實具有政治性 當然 這個無話可說 因為我坦白說 我們的違規案件 是去年10月19之前 所以他們的做法我也不認同 我跟你講 這個就 這個預計也很清楚 這個就有點像 中國跟澳大利亞關係不太好 對不對 前一陣子他就突然之間 紅酒 龍蝦 木材 主要是龍蝦 因為龍蝦不能放酒 他龍蝦突然就不進口 澳大利亞有95%的龍蝦 吃出口到大陸 95% 你去想一想怎麼辦 所以全民吃龍蝦 還滿爽的 所以他的結果就是 第一個龍蝦的價格疊半 然後全民吃龍蝦吃到怕 也沒有辦法消化那麼多 我跟你講 我們出口到大陸的水果有多少 我算給你聽 我們光是鳳梨 我們去年是41666公噸 41666公噸 公噸 不要講錯 公噸 我這個是絕對正確的數字 我們台灣都是用台金算 總共是多少台金 大概接近7億台金 水果 你說全部的水果 對 不是 鳳梨 鳳梨 就算鳳梨 就7億台金 我跟你講 你可以現在去電商去看 電商你現在看 大概4到6顆金鑽鳳梨 大概就10台金 4到6顆10台金 賣將近2000塊 我們台灣的零售商 那這產值多少錢 零售商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大概就是2台金左右 就是1顆鳳梨 對 差不多 3億多顆 我們台灣怎麼吃 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就知道這個量有多大 你就知道這個量有多大 一顆每天要吃幾顆 我們台灣一年消費整年下來 大概吃掉了38萬噸的鳳梨 然後4萬多噸是出口 對 91%集中在中國大陸 對 咸ฉ